大家好 我是直覺物理的專案 這是一個開源的物理模擬動畫 那我自己在中學的時候學物理的時候 因為很受益於台師大的物理系黃福坤教授 他有一個線上物理模擬的實驗室 那到大學的時候我又念物理系 出社會之後才轉成軟體工程師 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能夠結合物理跟軟體這兩個專長 來為下一個世代的物理模擬軟體做出貢獻 而不只是重複做過去已經做過的事情 那我們做物理模擬呢 最重要第一件事情是培養學生的物理直覺 那要怎麼樣用開源的方式來加強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從兩個方向來看 一個是物理教學 另外一個是程式教學 那我可以簡單看一下右邊是目前的程式的成果 下面有一大塊是Inner Zoom 這是我們如果透過程式教學可以教大家如何修改 那上面有一塊Save Zoom是屬於 你只要有一點物理知識一點物理教育 你就知道怎麼改 因為它就是位移X跟Y 那你如果有一點中學物理的經驗記憶的話 你在X是cosine的時候 那它是一個左右擺動的簡協運動 那你要怎麼樣可以培養學生這樣直覺 這好像有點難對不對 我們看一個簡單一點的案例 在一圍運動也就是如果你設定位移是T 單純的T 意思是1秒的時候位置在1 2秒的時候位置在2 3秒的時候位置在3 也就是藍色那個球它是單純的等速運動 很簡單對吧 那你如果把它設成T2 T平方的話 表示1秒的時候在1 2秒的時候在4 3秒的時候跑到9了 所以它是在一個加速的運動 透過一些輔助的知識 我們可以知道像那個綠色球那樣 X等於T平方的時候它是等加速運動 那這時候你有這樣的經驗之後 就可以很快聯想 你如果把X設成T也就是一個等速運動 然後Y方向設成T平方 也就是等加速運動 它就變成一個下面那個橘色球 是一個平拋的運動 所以這東西其實我們在學物理的時候 並不需要去基那些太複雜的公式 因為它背後真正的原理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T跟T平方而已 那我們可以透過這樣的動畫 讓學生很快的去操作這些工程 功能上面的這些方程式 看到這些動畫 他就知道這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在物理教學上 要如何輔助教學 來達到這個目標呢 所以從老師的經驗裡面 我們從GVV這次 小學校很高興有先輩 就是在各個學校的 第一線的教務主任跟老師 提供意見 除了做更多模組以外 也希望可以到教師研習去推廣 按照他們第一線的需求去調整 那對學生來說 他們也會建議說 可以設計更方便他們自學教材 譬如我剛才說的這整段 通通都可以把它變成一步一步的教材 那也可以對於學生最重要的大考題型 有很多大考題型 其實是很基礎的知識 把它做拆解 然後把它做成這樣的教材 這是一個物理教學的傳統方向 那另外一個方向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 它同時也是可以做程式教學 因為108課綱裡面也已經重視程式教學 那可以有什麼角度的切入呢 第一個是微課程 那本質上是課綱裡面講到彈性學習 那它是一個非常自的修課 也就是說它可以選擇自己學習 也可以選擇來上課 所以這個課程的模式會比較短 它可以是5到9週而已 那另外一塊是多元選修 那它就是一整個學期完整18週的課程 那由於教育部希望它是跨領域 跨科目的專題 我覺得這對於我這個專案就剛好非常match 我是跨物理跟程式 所以我自己很有興趣是把它設計成 在初期期間這個專案 似乎很適合作為程式教學 去設計成一個18週的課程 那它同時也可以解決目前實質的問題 因為我們在民間有一些108課綱的學生 知道一個108課綱的觀察報告 他們就提到現在很多學校 多元選修不夠多元的問題 所以這是一個可以增加課程多元度的機會 我自己可以去擔任各個學校的講師 所以我初步就設計了一個18週的課程 那大概可以講這樣 那我可以講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有程式經驗的人可能會發現 我這裡前幾週的程式教學講的其實說得非常短 我這裡完全沒有講回圈 也完全沒有講物件導向 因為對於這樣的專案 其實那個東西是不需要的 我們不需要教到那麼多 只要這基礎的函數變數就可以了 那第二個是你發現第七週有個 如何叫ChipGPT幫忙寫作業 那這裡要講的是因為AI來輔助工作或教學或寫程式 在我們業界也已經是重要技能 所以其實學生是需要知道的 那為什麼要教他幫忙寫作業呢 意思就是這課堂作業其實不會是重點 因為重點會是後面的期末專題報告 會要看他的一些創意 那第三個是我們這裡有特別教 著作權入門與開源軟體授權 因為希望讓學生知道這樣子開源模式 他可以去選擇他有興趣的開源模式 符合他價值觀的授權條款 那所以我這個專案呢 我是全部都放在公眾領域 文件會用CC0包含這整個投版片 全部都是CC0 圖片全部都是on splash下來的 那程式碼會全部on license 那這樣的目標是為了讓老師 他想要組合自己的教材的時候 不用考慮授權問題 不管有沒有買賣 那學生想要 剛才提到他的專題想要用我的專案下去 修改成他的期末專題也完全沒問題 帶給選擇他想要的授權條款 所以這整個專案我真正核心想做的是 去探索開源如何做為教育協作的基石 不管是在老師段或是在學生段 最終的確是 nhân有香港人 最終書是運作的基礎 進步 analytizing 有提到一個學期的課表要開出來 是說預計要去哪一個學校教學 跟有沒有具體的學校去做驗證 教室研究員有問題 喔 它其實比較像是一個教學的課程 那就是整個狀況的概念它是一個課程 然後大概會適用在哪一個學習的年級 然後會不會有數位落差的問題 譬如說這個教室或這些老師 可能需要具備什麼樣子的專業技能 或這間教室需要什麼樣的軟硬體設備 是可以來輔助的 可以提供一下這些比較細節的資格 謝謝主問 那第一個是方向調整 是確定的譬如同BDI所說的 從初選到現在有主要的調整 不是在城市端 而是在城市端其實有做一些調整 包含說如何讓它看起來更容易解決 那最主要調整是在發展方向段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確就是想著 開源如何做為教育學做的基礎時期 有沒有非常適限自己要往哪方向走 那後來會大幅度往城市方向走 因為如果作為物理教育 就如同剛才 原理師說的 如果他真的作為課程 如果單純是作為輔助 就是要讓第一線的物理教師去跟我們的話 那顯然需要更多不同的 不可能只做 講完一維二維運動的 後面還有電子學還有光學片 那些需要一點時間開放 可能是中長期的事情 短期我比較可能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去推廣經濟教育 而且從剛才講的一般課半那邊去出發 所以這個是我最主要的調整 就是想讓這個專案能繼續發展下去 在短期中期期間我可以先做的事情 那在課程具體來說 我現在並沒有接洽說 哪個學校可以去了 或者是哪年先可以去了 那我自己有相對的異名人脈 除了從居立這邊臨時先輩來以外 我居立大學有蠻多學校的老師 以及我自己有蠻多同學 現在是在台南高雄任教物理老師 他們都有規定在辦研習 所以這是我持續有在接觸的方向 那我覺得這也是很慶幸教育部 過去開放一般大學 可以修教育學成熟 才會有這些同學資源可以去接觸 那最後提到這個 數位落差與軟硬體的經驗 那在這次臨時先輩有提到 在不同學校裡面 因為深深用平板的計畫 所以大部分學校已經有 Chromebook或者iPad等等的資源 那這是一塊最容易可以理解 硬體應該某種程度上解決的 那因為雖然我這個專案在初選的時候 用的是Apple的iPad 但在初選的時間我們也調整 因為我自己也會開發一點前端 就是用網頁開發還是沒有問題 所以完全可以去適應學校 現在它是Chromebook比較多 可以教JavaScript前端 沒有問題 學校如果是偏遠鄉區 可能是iPad 比較多 甚至每年各有一台的話 我們去Swift開發也是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會比較是看學校的狀況 然後我可以去調整 因為其實比較有彈性 老實說是我們業界的經驗 我們自己的能力 可以去適應每個學校的狀況 如果以這個專案或專輯 往下推動 你會期待怎樣去擴大這個合作的夥伴 或者是一個人 一直往下做呢 或者你有一些 至少在社群也好 或你認識的朋友 已經承諾跳坑的 這個團隊規模 我目前還沒有在G01裡面 去組成一個團隊的主因式 但是我在聊的過程 我發現絕大多數人都跟我說 那你就應該只能去找我 事實上也的確是這樣 那我也有在找我 以前的大學同學 去調這個專案 去調整他們的一些科目的需求 那因為老實說 真的最難的 那是在其他的物理教育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學的時候 我自己的去找做物理教育 你要真的融到教師成績的話 你需要去配合他們的條案 你需要融合他們的團隊 那這個社會規定在演習 那沒有可能會有可能 所以我剛才講會到後面 去找不課程 或者是公園選修課程 去從城市教育的角度出發 然後去讓這個專案可以進行 謝謝 謝謝直覺物理